各位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溫解肺動物、肺靜物、磁動物、磁靜物的理解 還有一個資訊大家一定要認知的 就是左心室是最高血壓的 其實達到這幾條MC的比率大約是九成都很高 落到75%和76% 落到怎樣做得好一點呢?有聽聽的理解 首先第一件事,講述題目 這條題目很簡單 問你這條血管 我現在有一個指示 這條血管是動物,問你為什麼 其實很簡單,這條是動物 因為你要看管腔和管壁的比例 其實過去的片段都說了 動物相對於靜物來說 動物的管腔是小的 而管壁是大 而相對於靜物的管腔是大 而管壁是窄的 而管壁是窄的 是窄的 主要就是這樣 這條是動物 因為它具有什麼呢? 它具有厚的肌肉層 厚的肌肉壁 但是有兩個選項 就是大管腔 很明顯這個大管腔是錯的 接下來有厚的肌肉壁 那有什麼用呢? 是抵受高血壓 記住 是抵受 這個字 大家回答Long Crack 你也要答到的 是抵受 因為有厚的肌肉壁 高血壓 那為什麼不是產生呢? 原因 你記住 血壓的產生 主要是 是源於心臟的泵壓 所以 不是產生 用字 你去溫的時候 記得 這些字眼就很好用 抵受這些字眼 厚的肌肉壁 你踏Long Crack 就可以用 這條MC 90% 這條也沒什麼問題 接著 就問你 這條血管 跟肺部相連 跟肺部相連 簡單來說 這條就是肺動物 現在那條就是肺植物 如果是跟肺相連的話 那它運輸的血液 究竟是含氧血還是缺氧血呢? 做這條MC很簡單 心臟 兩個肺 上 下 其實我們現在是說 這條動物 所以這條動物應該是 少氧氣的 而這裏 進行Gasus Extreme 氣體交換 然後這裏 就會增加氧氣 所以 答案就是 缺氧血 到肺裡面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你看到我做MC的時候 如果我畫到這些圖出來 其實就很快做到 好了 但是這裏 真的要幫大家找回 除了肺動物 肺植物 你要留意的話 你的磁動物和磁症物 你都要留意 原因就是 因為過去 其實你溫習的時候 那裏 都會讀 動物通常就是含氧血 症物就是缺氧血 但是 肺動物 肺動物 和磁動物 都會調轉 那些成分 磁動物 其實過去的片段 都告訴你 這條為甚麼叫動物呢 原因就是 由BB的心臟 出發 出去那條 OK 就叫動物BB 出去那條 但是 進入BB 那條 進入BB的心臟 就是靜脈 所以 你就會分得清楚 這一條是動物 這一條 這一條 就是靜脈 下面一條 就是靜脈 OK 但是你要留意的是 其實你都可以看 管康 和管壁 管康 和管壁 去決定 哪條是動物 哪條是靜脈 不過 我這裡有趣的 畫個笑蝦給大家看 原因就是 記住 持動物 是兩條 持靜脈 是一條 簡單來說 只有一條 血管 沿著 池帶 進入BB 那裡 但是 持動物 有兩條 OK 持靜脈 是一條 留意這方面 是結構性的 所以這裡 幫大家溫分 記住 動物和靜脈 由心臟出發 然後再去理解 你做的時候 就不用記 反而是理解很重要 而最後一條 題目 就是問你 循環系統裡面最高血液在哪個位置 這樣 就會在這個 左心室 OK 那為什麼是左心室呢 原因就是 左心室這一組的肌肉 其實就會產生力量 然後沿著大動物 將血液奔向全身 但是旁邊那邊 這一邊 如果你是右心室 就把血液 放到肺裡 所以 相對來說 血壓 產生出來 最高的位置 其實在哪裏形成呢 就會在 左心室 發生 OK 主要問的問題 就是這些 不過想說一些歐斯的東西 OK 關於磁動物和磁靜物 就是磁帶的問題 其實磁動物就是出去的那條 這條是出的 磁靜物就是入去BB 那入到是否真的入心臟呢 其實入到是未直接入心臟 首先第一件事 入到肝臟 然後才回心臟 不過 留意清楚 如果你讀回 我們的氣體交換 其實心臟 然後我們就會直接 泌上肺 肺就會下來 再把血液分回心臟 然後再奔向全身 但是呢 BB那個呢 就很有趣的 記住 OK 就是呢 你上網解釋一下 你就會看到 其實真的挺有趣的 OK 就是呢 其實呢 BB在母體裏面 其實他不需要進行 這個氣體交換 OK 主要是靠那個胎盤 然後供應那個氧氣 給那個BB 所以呢 其實呢 那條的磁靜物 其實隔著肝之後呢 肝直接隔著心臟的哪個位置呢 他主要是隔著那個 左心房 OK 然後呢 左心室 OK 然後呢 先把血液奔向全身 主要呢 那個血液呢 就應該是90%左右 OK 但是呢 爲什麽呢 爲什麽不需要去肺裡 那樣 其實都有的 大約呢 5至10%的血液 OK 那下去含氧血 5至10% 只要能夠 供應到那個氧氣 給那些肺的細胞 維持到生命就可以了 那下去 然後回到那個心臟 然後就這樣了 所以其實挺有趣的 OK 那下去呢 這些歐斯的東西呢 講多一點點給你聽的 因為其實 真的上網查一下 有趣的 我會在這裏想的是 下去 其實這些東西很悶的 但是下去 Furder Study 裏面 真是了解一下 其實真正那個薄法 原來呢 那個磁帶薄的位置 其實下去 跟我們那個人類的氣體交換 那個理解 我們講到明白 其實 大静脈回心臟 然後上去的肺 然後下去的肺 然後把血液奔向全身 OK 這個雙循環的概念 原來在BB身上 即是在媽媽身體裏面 那時候 靠過胎盤的時候 原來是有少少吹入 那這件事挺有趣的 OK 那希望今天可以 分享到那個 讀生物學的喜悅 讓大家知道 其實不是單止 讀你課程裏面的東西 你要思考多一點 其實課程以外的東西 你會覺得很開心 希望今天的分享 可以幫助大家 拜拜